是關於參禪跟入定這件事情 在當今的社會 非常流行說大家去參禪 尤其在一些企業的高層人員 更是把參禪作為 他們平常對企業的發展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那麼這個禪在佛教裡面 我們今天很想請大師開始說 這個參禪 禪這個在佛教裡面的這個形成 或者是流傳的緣起等等 以及說參禪了以後 人有說是在禪裡面會入定 那麼參禪跟入定這個事情 這個問題 我們請大師來給我們開始 關於禪定呢 其實禪就是定 定就是禪 一定要來接受它的 禪可以說是我們跳躍的動態的生命 定呢 使我們進入到永恆 靜置的這個生命 六祖慧能大師 在談禪裡面就說到 為理向為成啊 內不亂 內行不亂就為定啊 我們在生活裡面 別說話說得很巧妙 這個叫禪語啊 我們的動作啊 有禪意啊 我們的屬於平常一樣闖情悅啊 才有迷惑並不同 就是你怎麼樣的生活 除了你吃飯睡覺 不過有了一點禪 就好像這個家庭裡面有了一點花 就比較就比我這裡漂亮一些 你在客廳裡面 你在客廳裡面 管人佛話 你的客廳裡面的氣氛就不一樣啊 婦女本來很迷勵 再有一點影子花粉 就更加增加嫵媚啊 你吃菜啊 菜的味道很好 假如你有一點調味料的話 就更好吃了 成是什麼 成就是我們生命中的 就是花 花就是一種藝術 在佛教裡面 成也好 定也好 都比喻我們的行呢 所以有成行 這個成行 這個成行 是什麼行呢 成行就是有智慧的行 就是有佛法的行 就是有慈悲的行 就是一種 神華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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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恆 無限的行 我們 人人都具有這個 成行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發現到 當初 當初 釋迦牟尼佛 在靈神會上 發生了 所謂這個成行 他就拿了一朵花 所謂 寧華 一眾大眾 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唯有大家事啊 唯唯一笑 這叫做 釋迦牟尼佛 就是我們行行相應呢 所以就說 有正法安葬 尼佛文廟行啊 教外必存的 不利文字的這個 殘 這一個販門 就傳給大家誓 成像一朵花 過去有一首歌啊 牆尾牆尾處處開 牆尾牆尾處處在 這個殘也就是一樣 他這一朵花呀 到處都開 到處都在 可以開在我們心裡 開在我們心庭 心圓裡面 你有發覺到嗎 成是一種大字人啊 成是一種幽默 如果你懂得這個幽默 能與大字人調和結合 全世界都在我的內心 都在我這裡啊 等到我們一旦有了禪呢 有時候你 得罪我 批評我 對我不好 不過我以為有禪行 我會哈哈一笑啊 所以我們這個修禪呢 比如說禪啊 要有定力 要有這個 要能安定 要能穩定 要能不動行呢 禪 是不一定要打坐的 行坐坐物啊 都是禪 定呢 只要你能可以 所以 仔細 這個調醒 不隨境界 主文東 那 定的境界 就會現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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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